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這一次用的 因為最近搶地其實都是用灰槍 然後覺得非常好用 所以今天就來邊看一下 這幾場覺得不錯的地方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勝利的過程 好 一開始 我剛剛看應該是1960吧 最近 其實搶地用灰槍真的很棒喔 就是 那個 SP又是墨水鎧甲啊 然後黏著炸彈啊 然後這個場地之前就跟大家分析過 就是長挑行 那這個要隨時注意 巷弄間 會有長敵人這樣 然後搶地呢 我現在比較抓得到tempo就是 其實最重要真的還是那個地的範圍啦 對 好 墨水開一下開下去 好這個時候已經有一點這個優勢的時候 啊 剛剛這個帶的比較漂亮就是說 因為我們拿單槍的時候其實是右手拿槍 所以其實靠到建築物的時候其實有幾發會 所以 就是人已經躲到掩體後面但是還是可以射到敵人 這是拿單槍的好處 可是左邊就不行了 好 這個上面有個敵人 好 來壓制他 其實我沒有真的要殺他齁 我只是想要壓制他 然後這個時候 我就不會去跟他對槍 我就趕快回來土地 因為 所以 站地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是會 這個是多一秒 四一秒 能 竭盡所能的 站到時間是最重要 啊下雨 哇這個 退一下 啊下兩個雨 這個應該就沒辦法 這個就拉不太回來 因為 揮槍的 射速又很快喔 站地又很方便 然後也沒有說真的到很浩漠 所以就是這個場地來講呢 就是左右穿梭 然後因為我們拿短槍機動性還算不錯啦 就可能有時候要去cover一下這樣 好 退退退 開墨甲 就是一直這個循環 徒地啊 開墨甲徒地啊 就是因為畢竟 揮槍的攻擊不是很高 雖然射速很快 所以大部分還是以 輔助為主 不算是主攻的前線 躲一下看會不會有人來 好啊喔 帶走一個 我也被帶走了 現在已經29了 這個 隊友都很 早 好 喔喔喔喔喔 是對方的手 也是蠻長的 好 搶回來了 再退一下 把地塗一塗 占地很重要 這個 聽這個 高手的朋友們說 之前好像有說過 就是日本人就是 日本的玩家好像覺得 搶地是基本 好快要結束了 Nice nice OK 贏得第一場生日 就這個 當然 隊的時機殺隊人 還是比殺人總數 高來的重要 好 再來第二場 1950 好像從這場開始就連六勝 還連七勝 我記得 籃球場 籃球場這個有高低差 要繞背也不是那麼容易喔 而且這個 遇到 這個場地遇到 就是狙擊 真的蠻爆打的 因為它在上面就 我們又沒辦法過去 好 好 有一個繞過來了 右邊 哎呀呀呀呀 沒有墨啦 OK抓到 好 現在有殺了幾個 就壓制一下 把對方地圖丟 啊後面有一個沒看到 來囉 好 趕快把地站回來 喔喔喔 水刀 啊 哇這個放得很好 這是我的失誤 上去的時候應該先停一下 不要馬上衝上去 大失誤欸 好 心急 OKOK 哇被追過了 但沒關係 就是 搶地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 被追過的時候 就是 要看一下整個場地的 面積啊 因為 貿然衝出去 也殺不到人 也沒有辦法挽回這個局勢 所以還是跟隊友的配合 是蠻重要 因為畢竟整個模式 是 固定不會動的 好 好 先把地塗一塗 塗地塗地 就是一個認真模式的土地站 然後只有一部分 OKOKOK 繞到另外一邊 繼續塗地 這個我灰槍的工作就是 負責快速地把地補滿 喔 把自己的佔地 喔這裡躲了一個 喔這個這個這個 輕滾很會躲喔 不過身為穿 墨 墨 那個什麼 隱形忍者的 文童確實就是要這樣 超會躲 然後敵人一出來就 殺 然後多爭取一些時間 因為這個搶地齁 一失誤死掉齁 要是被對方佔了優勢的話 其實很 不好搶回來啊 其實 喔 好這裡有一個 欸 紅燒槍 好躲一下 帶走 這個戰鬥技巧很好用 就是真的 躲一下齁 躲一下再 繞 繞出來真的很好用 好 這個是又順勢 順勢的直接繞到他們家 把這個帶走 好人厭的這個 狙擊帶走 喔 他有 穿那個超級跳吧 飛回去超快 就是 剛剛說這個 這個 躲一下 再 出來 因為如果 兩個對方都看到以後 大家一定會開始 攻擊對方嘛 但是握著 手把的時候 這個時候其實 手應該多少都會有點出力 就是比較不好 嘖 等於說 不管你是用體感 左瞄右瞄 應該都會沒有那麼好瞄準 但是如果你這個時候 先潛末移到對方的後面啊 或是換一個位置啊 嘖 就是感覺 跟敵人對槍起來 會變得比較容易一點 可能是我 我操作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這樣子 我 贏的機率會比較高 但以前都會死命的按著 按著 握著搖桿啊 然後瞄準射啊 然後 但是就射不到 然後被人家射死 操作沒有比很好 因為如果我們躲一下 移到右邊 或是左邊 他總要 反應一下 把他的搖桿往左或往右 會多花一點時間 會多花一點時間 繼續繼續 啊 不要懲罰 啊 來不及來不及 好 帶走一個 好 236345秒 也是很關鍵喔 就算是現在 佔了優勢 也還是要小心 水刀 衝浪 加油 水兔 外蹤 水刀來了 娄娄 然後大概就是差這個十幾秒 然後就瘋狂逆轉然後就完全追不回來 就因為大家就會變成是搶地你落後以後大家很容易就很緊張 很緊張的時候你就會一直衝一直衝一直衝 然後就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然後最後就追不回來 喔像這時候我剛死的時機就非常差喔 這時候就是會被追回來但是因為隊友很糟 所以他就可以適時的把那個地搶回來 對 好再來1950 這個是 對面是 菁英槍草莓槍雷神水桶跟525 好還是先到前面去把第一個地先搶下來 看搶不搶下來 差一點差一點沒沒了 啊先被搶走了 好對面死一個 再補一下地 潛一下 剛剛大家有看到就是我稍微先潛一下不然我應該就死了 先潛一下 就是不做第一時間的攻擊 因為如果對自己的準頭沒有這麼有信心的話 因為有時候甚至你的隊友也可以cover 你躲一下然後隊友發現你被攻擊了 這樣 好我們現在是算是佔了優勢齁 好這個優勢好像佔蠻大的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先把他們有可能下來的幾個地方先稍微防守一下 把墨塗一塗啊 因為殺到前線是蠻好的 可是如果沒殺到 然後讓他們一舉 比如說前線有兩三個隊友 然後在前面死了 那其實也很糟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這麼 技術沒有到這麼神 所以我決定在後方 中後方支援 好14秒 現在這個狀態就還不錯齁 就是把地 其實因為最重要就是這個戰鬥 其實最重要還是自己的地友 像這個就是 比較 隊友又很強的那種 然後 大家的觀念都不錯 然後 可能敵方就是太急著出來 沒有一起準備好再出來 對 好 這個2010齁 這個分數已經 是X的分數了齁 啊我記得這一場 這一場很不好打 因為三個手都超長的 兩把狙擊跟一個格林 然後還有一個機動性 機動性也蠻不錯的 這個 雙槍 攻擊力又比回槍高 這個這一場 蠻 蠻刺激的 因為起初 這場起初我沒有發現說 我跟清滾算是 這一個場合子裡面 比較 機動性比較高的 所以一開始其實地幾乎站不回來 對方手這麼長 啊我剛剛想到我要講什麼 就是這個搶地啊 或者是應該說 各個模式其實都是這樣啊 其實就是你自家的地 多不多其實真的很重要啊 因為 不管什麼戰鬥技巧 如果你是在一個敵人 都是敵人的末的情況下 其實什麼戰鬥技巧 其實都 沒有辦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啊 除非真的是神級玩家啊 所以其實就是 適時的圖自己的地震 真的是在 期待裡面其實蠻重要 哎呀呀 一個狙擊感衝出來 囂張囂張 啊這個雷神 小雷神部 對於這個 狙擊沒有很準的玩家 他還還還不錯用 哇哇哇這個 你看這個已經 他們已經有這個 機動的 這個角色殺到我們家來喔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會被壓制 有點像剛剛上一場的敵方一樣喔 嘖 那這時候到底要怎麼樣把地搶回來 打開這個局面呢 就很重要了喔 這個時候集大絕很重要 集的大絕 墨甲開下去 然後趁勢 搶回來的時候 趕快進攻一波 把這個整個局勢拉回來 非常重要 這時候對方已經死了兩個喔 但是因為他們手都是比較長的喔 所以我這個時候 後面我才發現說 啊不行這個我必須要到前線去 把 因為我們機動性比較高 對副手長的來講會比較有用 比較有力啊 所以我就決定到他們家去埋伏 好 欸這個就下來的不太好 畢竟他們手這麼長 但剛剛已經算是做了一波干擾了 我們要先拉回一些局勢 但是現在43對29 然後懲罰時間回來 還是有一點不利 因為他們的手真的太長 好 好 那我是怎麼打開這個局的呢 怎麼追回來的呢 喔喔喔 哇水刀啊 這真的不是開 這真的不是很好打 好 塗塗塗 好 好看到格林了 好帶走格林 好也帶走了狙擊 不錯 打開局面帶走兩個手長的喔 我有功勞 大功勞 喔我看到遠方這裡有一個狙擊下去了 好 格林來 哇這個不錯這個就是 十幾點殺的還蠻好的 哇這個也是很關鍵 哇這一場不錯這場不錯 我這是扮演了一個大功臣 這個 宰殺掉三隻手長的 然後 等於說 剩下來的交給我的隊友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想一下說 欸在這一場裡面 我們現在打不開 那我們自己又扮演著什麼角色 是不是機動性比較高的 還是怎麼樣要怎麼協助隊友 在隊的時機點 讓隊友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 或是自己 就很重要 好 好 這個 好這個 這個場地很容易跟隊友擠在一起喔 我真的建議大家不要跟隊友擠在一起 因為你 這個也是 這個叫什麼 其實應該也是花枝小教室可以講的啦 但是也是我到很後面才發現的 就是 你如果射隊友的話 子彈是不會穿過隊友 好 然後還有擠在一起很危險 因為很容易就被雙殺 但我以前都超喜歡擠在一起 然後 所以就一直輸 因為一次死就是死兩個 好 剛剛到了六一齁 好 對 這個場地就是 你到了每一個巷口 都要稍微看一下 好這裡有一個 好 這個不適合我 打不贏手比他短 好 前進 這裡有一個這裡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 哇不行不行 退退退退 這情況不妙的時候要趕快退 哇 我怎麼沒有往左邊 啊這個不行 我剛剛應該就是要直接左邊的那個出口 直接繞走囉 因為 印章的正前方是很不好進攻的 哇 被追過了 這時候就不要急 先擠個大絕 然後 因為這時候你可能出去的那個門口 可能已經被封住 大家應該有看到小地圖 就是全部都塗滿了喔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換一個地方出去 然後再加上 喔 隊友還蠻強的 克制效果很強 OK 通常自家地的狀況還不錯的時候 開了墨甲我都會稍微衝出去一下 好 躲一下 好 OKOKOK 狙擊被殺死了 好 好 把對方的地圖一圖 壓制一下 4948 有機會有機會 就是 當倒數結束 開始換我們的倒數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防守 就很重要喔 因為要爭取那個倒數的時間 好 來了來了來了 狙擊不要放過他 十六十五 好 把他們的地補一補 欸這個時候地還沒有繼續在倒數 是不是有敵人在中間呢 有喔有喔 好 這時候搶回來 剩十秒這個時候 這個不管敵人怎麼樣 地還是最重要的喔 可以趕快結束整個場面是最重要的 大爆真 喔 這個就是因為剛剛我贏的是那個2010 就是如果你在玩打rank的時候 如果你輸掉沒有裂痕出現 就表示你的 對方的 隊伍的分數是比你現在的高的 但如果有裂痕的話 就是那個分數是比你現在低的 但是你沒有辦法知道精確的數字 因為到X才知道 但你可以大概抓得到 比如說 呃 比如說剛剛20 如果2000多分 然後你輸了 然後沒有裂痕 那你就大概知道可能你是 19多 或是18多之類的 19多之類 但是你只要贏過分數 呃 大概比你高的的話呢 他一次就會加超多的 像我剛剛那個大概一次就加了三場吧 我就直接少打兩場 就是贏一場等於三場的分數 這樣 所以有時候 你 如果一直都贏分數比你高 你有可能會跳幾 你可能S加1變什麼S加5 也是有可能的 我是沒遇過 但我在網路上有看過 喔喔喔喔喔 好隊友 好 這個時候這個時候 補地補地 我們這個地的這個狀況就有點髒 嗚嗚好多人 哇走錯地方了 9 8 5 6 喔對面兩個雙槍喔 機動性很高喔 喔而且還有銅噴 這個 塗地 塗地的能力很強 好 下雨 最討厭下雨 被克制住了 最主要是先存一下SP喔 然後再隊的時機點開 OK 好這個時機點不是很好 只剩兩個隊友還開 喔但是炸到一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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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我就還是不下去好了 因為沒什麼優勢 喔隊友開大絕 這時候趕快 把地牆回來 好再補一下補一下 盡量的補一下 不要給對敵人太多 前進的空間喔 打不贏就直接退了 對阿這個 這個我都會把這些小小的 敵方的地補一補這樣 因為也是有可能躲敵人的喔 可是對這裡 好現在在倒數了 應該要好好防守一下 把地補一補 退一下退一下 被搶回來了 有沒有機會再站回來呢 哎呀沒機會了 好隔靈隔靈 手太長了 好開下去 好稍微前進稍微前進 哎不行不行人太多 這種時候就是 哇他們開始倒數了 好這裡有一個 喔他已經 哇他已經 這個這個就很聰明 呃 應該是說 我剛剛不應該先塗啦 我剛剛先發射的話 就會讓敵人發現有人在後面跟他 然後造成他反攻 大失誤這個是大失誤 26對45還有兩分鐘 時間還蠻長的 搗蛋真的很討厭 在這種時候 沒有進去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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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躲起來開墨甲 墨甲一定要他 那個前置動作結束之後 他才會開始哦 你按下去的時候其實是 還沒穿上去的 所以那個時候 被射到還是很快就會死掉了 好這個時候走左邊蠻重要的 因為你看到右邊前面他們在對槍 我就從左邊去繞背 好 這個這個 想要進攻我 欸 被隊友帶走了 Nice nice 好 已經快要輪到我們要倒數了 懲罰時間快結束了 這時候防守很重要 要竭盡所能的守住他們可能會下來的那個方向跟地方 然後我的工作依然就是把地圖好 哇哇哇 糟糕 後面有躲一個 喔喔 過了過了 好好好 nice nice 這個隊友很照 OK 剩10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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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好 接下來這個 這好像是最後一場 而且這一場 就都已經是2010 2040 2020了有沒有 這個打完也沒有讓我升什麼S加9這樣 這一場好像蠻刺激的喔 我記得這一次是這一場嗎 好像就是這一場 對對對 這一場我有那個 這一場我有那個 我有一個 就是雷神步 撤退做 弄得還蠻不錯的 喔喔喔喔喔 收很長 收很長 喔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會做這個 比較冒險的行為 就是他在開炮炮的時候 我賭他不會在第一個炮炮的時候 就用那個複器把它打破 我就會衝過去殺了他 有時候總是要 大膽一點 好 遏止一下 好 已經追過來了 喔喔喔喔喔 危險 危險 啊 他被卡住 啊 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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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雷神步退 但是沒有躲得很好 但是還是被發現 因為那個地方太明顯 唉唷唉唷 隊友不錯耶 好 繼續前進 OK 把地塗一塗 塗一塗 塗一塗 幫隊友塗一下 隊友的腳下 塗一下 這裡有一個 Nice 好像在沒被那個 氣泡打死 好 因為這個那個 重筒喔 他的機動性非常的差 所以抓 我們這種機動性比較好 抓到實際 就一定要衝上去殺了 OKOK 來了來了 第 不知道第幾波進攻 好 現在 5181 啊這個這個就是 我剛說這個很討厭 然後又是一個大失誤 我每次都會這樣 就是 被瞄準 就想說往上跑 應該就沒事 然後就會被炸死 哇 這個超大失誤 是不應該發生 OK 好 好 要開始倒數了 OK 把地槍 來 揮槍的好處 好 不會再上當了 哇 這個 導彈也太多 好 31 30 29 26 好 好 躲起來 不要被殺死 好 殺掉一個 但是地還是對方的喔 現在應該還沒拉回來 2678要 哎呀可惜可惜 沒有讓他沒有賺到處罰時間 好 稍微等一下 不急 好 開了末甲 好 帶走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地方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 這個地方 剛剛是怎麼三殺的喔 就是其實是 這是一個沒有問題嘛 然後其實是 他沒瞄準到我 所以我帶走了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這個人 他也是 沒有射到我 所以我剛好 又躲了一下以後 然後再往旁邊移 這時候他的那個準心 已經移到旁邊了 所以 有時候這個對槍的時候 就是真的稍微前一下末 就 你很有可能就贏了 好 一次帶走三個人 對於我們的這個 整個局面是 在這個時機點的幫助 非常非常大 OKOK 然後把地圖一圖 這些有可能影響我們 退路的地方 都要補一下地 好 開始倒數了 好 繼續前進 哇哇哇這個不行這個不行 哇 我剛已經受過教訓了 不會再躲在那了 不會再躲在那了 喔~~ 喔好 我剛旁邊丟了一個炸彈 所以也有炸到他 所以也有炸到他 剩48秒 這個浴缸是從頭到尾都站在這 36 35 34 剩30幾秒還是要小心 因為他們快要開始倒數了 上面還有一個...那個...誰 巴布羅嗎 喔不是不是 是北斋 好 想要偷襲剛剛就有瞄到喔 這個時候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有人會偷襲 然後你可能會因為這樣然後整個全軍覆沒 好 先解決重頭 OK 有靈有靈 喔喔 左邊後面有一個灰槍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喔這個我要再倒回去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前一陣子出的那個花枝小教室 講那個雷神布啊 那個雷神布齁 撤退就是講這個 剛剛其實基本上這個地方我應該是 這個對對對 我基本上應該是 通常來講應該就是死定了 但是就是我用雷神布就是躲一下 躲一下 然後這個灰槍就瞄不到 我都已經躲到他後面了 對對對 然後他被我的隊友帶走了 這當然我們遇到的對手也有差啦 就是剛好可能他沒瞄到或者是他 沒有那麼的...準這樣 但是就是雷神布因為他很隨機 你可以這樣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 所以就真的是差非常非常多 對 然後就贏得了這個勝利 然後也留下一命 然後我們就前進S加7 非常開心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裝備是這樣子 對 好了 今天的這個戰後講解嗎 分享影片就是這樣啦 感謝各位 下次見